洗車場門口一陣喧囂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連警察都來了 原來是眼前這台 百萬名車先來保養 但卻莫名被刮傷 車子前保桿留下一道 又深又長的刮痕 就算拋光打蠟 這痕跡還是清楚可見 車主氣氛指控 對方根本是故意的 比對了洗車前的影片 果然發現端倪 店家拿出監視器反駁 強調沒有惡意刮車 懷疑當下是一名推回收車的老先生 經過造成的傷痕 但車主和警方看了看 那我們跟警方一看那畫面就說 欸 不可能喔 這距離差很遠 不可能是推車撞到的 他網路評價很差 就是大家都說 他們洗完車幾乎都會刮傷 對 讓我們洗車服務 有查撞到的痕跡 我們負的這樣而已 雖然雙方最後以六千元和解 但愛車才剛簽回來不到一個月 現在又要進場維修 也讓車主覺得實在好無奈 在這位公園松城 聽到台北報導 也聽到 我看了 關 keeping 車重 可以 domain